這樣有沒有懂 都要騙 騙了以後 像剛剛做 他知道了 他就把 他就把力量用 用下來 是不是 力量用下來 我就不打 我就不打那邊了 這樣有沒有懂 都是 假如說這樣子 你知道我要喬你這個腿 是不是 然後我上來了 你就把力量用到這個地方 你的力量用到這個地方 上面的力就少了 所以當你的力量用到這個地方 上面下去 所以通常你要打 打別人 是要把他的力量引開 懂得嗎 力量引開你才打 來 我如果要打他這裡 比方講我要打他這裡 他這邊那麼壯 他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你去打 沒有用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打這裡 我打這裡 注意力引到那個地方去了 他的心神力量引到那個地方去了 像他現在這樣子 我就打這裡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地方空了 所謂的空不光是空門 空是氣空了 我們的氣 一般在打的時候 他是全身 這是全身的 是不是 他的全身護到 這種的你要打 你去打 沒什麼用 知道嗎 所以要引 引他走 武術裡面很多是引他走 武術裡面很多是引他走 那現在打波及 他不管 他不管這個 他不管 因為是以 打倒得分嘛 你踢我幾下 沒關係的嘛 武術在玩的時候 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 老師 首先在想一個問題 老師以前教過 我們拉框子在 背對對方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隻手來打 對 好問題在這邊 第一個有辦法 我們是進身 因為你進身的時候 你第一個 你的手不一擋不住 第二次 你要一直跳起來 你脖子會幹什麼 那怎麼一你進身啊 或是做什麼 不是啊 你要轉身的時候 比方講我在這邊 我要轉 轉身 然後我要轉身 我不會這樣轉 轉啦 轉身你不會再圓 圓力嘛 是不是 我在你這邊 我要轉身的話 我是這樣轉 我是這樣轉 老師這樣轉就沒意義了 因為老師跑那麼遠 因為你追追我啊 我轉身當然是因為 你追追追追我啊 真的 你不追我 我幹嘛轉身 喔 這樣子嗎 我請你一步看 對啊 是不是 他力 力很大 他力很大 我在這邊轉 我這個手 這個手 這個手 這個手是做什麼用呢 因為 當我們轉過身的時候 當我們轉過身的時候 這是不是空了 對啊 這裡空了 人家會踢 或者用拳打勝 是不是 所以當我們轉過來 這個手要先到 到 他的手到 腳到 剛好一接 一接再一翻 所以 所有的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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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再一個轉 再一個轉身 人是退也不是前進 啊 人是退也不是前進 人是退也不是前進 就是 你要逃 你要逃 你不是 你不是一直逃啊 你逃是要找機會回去啊 是不是 所以 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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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都不是這樣子走的 擺 擺扣步 就是 一轉身 這個手 這個手在這裡 是不是 他如果是手 手上來 左邊進來也是一樣 這接 接到 是不是這樣子 接到還是一個轉身 這樣不懂 脫刀嘛 脫刀為什麼轉身的時候 脫刀在後面嘛 對 對 是不是 脫刀刀在後面的時候 一翻身刀就在前面 這樣不懂 對 對 對 好 你逃的時候你的刀在前面 對 逃的時候你要被前面 要再揮到後面 花那個時間大了 花那個時間大了 要不懂 嗯 所以翻 翻身的靜 翻身的靜 是很很大的 這樣懂嗎 武術裡面 拜 拜事 要非常 小心 武術裡面 對拜事 拜事 背對你就是拜 我這個是拜 拜 拜事 通常擺拜事的時候 投在這裡 沒有人擺拜事是這樣擺 投給你 擺拜事通常是這樣擺 投在這裡 所以拜事最大的是什麼 最大的利益是什麼 最大的利益是什麼 最大的利益是 拜事最大的利益是 翻身 這樣不懂 好